大家好,我是小琴姐姐 今天我们来做炸萝卜丸子 首先我们切一些小葱 我们把葱切成葱花 还需要一根萝卜 我用的是白萝卜 也可以用红萝卜和青萝卜 先给萝卜削皮 然后把萝卜插成细丝 把插完的萝卜丝放在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萝卜丝中加三颗盐 用手把盐和萝卜丝抓匀 然后给萝卜丝腌制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们用两手 转出萝卜丝中的水分 同时也去除萝卜丝中的辣气 把转干水分的萝卜丝放在一个大碗中 把转成球状的萝卜丝摊开打散 现在我们需要把成块的蔬菜精打成粉状 然后往萝卜丝中加入一些葱花 两颗五香粉 五颗蔬菜精 再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萝卜丝和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 把面包或者馒头弄成碎块 然后加入到萝卜丝中 把它们在一起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再加一些面粉 面粉可以根据萝卜丝的出水状况 加多或者加少 但是面粉不要加的太多 只要能把萝卜丝粘合起来就好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热油 用筷子试油温冒小气泡就刚刚好 一手抓些馅料 把馅料从虎口中挤出来 然后用勺刮成一个丸子 放在油锅中用小火炸 很快丸子就漂浮在油的表面 炸的时候要用筷子不停翻动 让丸子受热均匀 丸子炸至金黄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炸好的丸子外表酥脆 里面香软非常好吃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